《秀姑》 秀姑 开门 秀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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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你要死 我不可以到你一起死 好吗 我不可以到你一起死 好吗 爹 陆小爷 陆小爷不可以 陆小爷要带熊姑回去 死了 你先过去吧 不 咱不在你这个树上吊死 好吗 周老将军下手够狠的呀 我觉得他下手轻了 我挨着一脚啊 没该挨 他们回到重庆老家那边 由周老将军保护着 也就安全了 这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熊姑以前 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 我以后呢 也没有脸在见他了 成了 营救罗浩斌的事情 已经在安排了 很快就会有行动 好 西百坡希望在长江以北 解决蒋介石的核心部队 争取在一年之内 结束战争 是 我现在担心的 美国的空军会不会参战 如果他们参战的话 我们会非常地被动 美国当然不希望看到 中国被共产党做战略 你在美国大使馆 得到的消息 是美国的军队不会参战的 司徒雷登看好李宗仁 代替蒋介石 在中国推行划江而止 以军和美苏载款的势力 美国现在用 雅尔塔协议和苏联在协调 希望把以长城为戒 改为以长江为戒 划江而戒 不是美国人和苏联人 说了算 我们的国家 也不会再被人攒搁 我们的军队还有人民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我们要的是民主 还有独立 包括领土的完整 我现在估计美国人 是不会参战的 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 是黄波涛 这个家伙实在是 态度大了 在平原上 坚持着这么长的时间 如果李宁还有 秋行元回旧的话 这条鱼就跑了 柳志搞不清楚 进攻的方向 还在巩固徐州 应该不会取旧吧 我有明白 这条鱼试试的 你这条鱼试试的 马克 你怎么来了 结婚这样子大事 你怎么不同指安呢 请进 你好 马克 安倩来刀贺行婚之息 我们结婚 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祝福 你这条鱼试队 我给你了 他根本就不了解徐竹的危情 这下好了 您来了 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总统的意思 务必遵照指示 集中权力 迅速攻击运河以西之共军 以免王北涛兵团先被击破 现在的情况很复杂 我们对共军的作战计划 不能进行全面判断 所以有些束手无策 根据以往的经验 共军的作战部署 总有主从之分 绝不可能处处都是主力 共军的围殿打员 也就这么几招 但是肯定已经安排好了 阻击部队的目标 是黄百涛的第七兵团 还是徐州 这个可就难说了 徐州的城防要徒 早又被共军所掌握 他们会趁热打碟 攻打徐州 徐州城防牢固 还有三个兵团驻扎 共产党可不是傻子 黄百涛第七兵团 被共军团团团围住 而且在平安上 民时步骤阵地 很难坚持 黄为第十二兵团 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在总统炎店催促下 他们从雀山和驻马垫地区 向釜阳地区行进 命令十二兵团 火速奔赴徐州 协同徐州部队 共解黄百涛兵团之围 但总统的命令是 让他们向澎湖地区集结 总统派我来救火 我说过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总统是同意的 是 我立刻传达指示 我判断 华东共军 目前还不是职工虚招 而是集中主力 先消灭黄百涛兵团 以有力一步打员 黄为兵团北进 共军中原野战军六个动队主力 很可能南下 阻挡黄百涛兵团北进 我们完全可以 大胆地调动兵力 我有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 我军以李弥的 第十三兵团守备徐州 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以邱清泉的第二兵团 和孙月亮的第十六兵团 会合黄为的第十二兵团 向西与刘邓的 中原野战军决战 然后回尸向东 击溃陈述的 华东野战军 以解黄伯涛之位 听到杜于明的作战方案 梁统倒吸了一口良气 这个方案何等恐怖 用黄伯涛拖住华野主力 以徐州集团和黄为兵团 合为中野 杜于明采取了唯一味旧照的战术 完全可能改变徐州会战的结果 梁统迫不及待地要阻止这个方案的实施 首先必须拖住时间 预计围剿的时间要多久 顾将军认为 只要黄伯涛能在碾庄地区 坚持七到十天 徐州会战的局面 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改观 这怎么可能呢 这些三军有错 那就再说说第二个方案 是 以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 守备徐州 以第七十四军为总预备队 以邱青泉的第二兵团 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 全力解黄伯涛之危 令黄为的第十二兵团 向徐州集进 以配合徐州地区部队 与共军的作战 第一个方案大胆 可以扭转徐邦会战的局面 杜玉明去了徐州 就是不一样 是 是 梁将军 你的看法呢 我现在担心的是 黄伯涛能不能够坚持到 我们的回旧 毕竟是在平原嘛 没有屏障 太难于防守了 还有就是 共军袭击徐州的可能性 也是有的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共军华中野战军的去向 让徐州方面 确定华中野战军的动向 还有问问黄沃 他们那边什么情况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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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当罗浩宾说出了刘后路的时候 余守仁 郭伟长恐慌了 他们甚至想到了赵恒轩的死 于是他们找到了米兰尼 想通过米兰尼申请美国护照 米兰尼认为 他们能够在营救罗浩宾的计划中 起到座里 经请示组织帮他们办理了护照 小副 这次咱们可是要去美国了啊 快快快 快拿来看看 这罗先生可真够意思啊 这次可咱们真的要去美国了 是真的吗 护照在这儿真还能讲 快快快快快 臭小子竟顾着看了好好开车啊 我们真的要去美国了 而且这意思啊 咱们是带着全家人一起去 看看 都有 太好了 我光顾着啥论你好好开车啊 今儿的菜可是很贵的哦 请你们吃饭还怕贵啊 这几年打鬼子哪次回重庆 不是你们请我吃饭改善伙食啊 来着不往 那叫什么玩意儿 我也觉得你小子肯定是有什么事 十二兵团在前面打得厉害 你还要心思请我们吃饭 我哪有什么清闲呢 老爷子身体不好 我得尽记小道 这也是总统倡导的 最近我把老爷子接到南京来住院 我好有时间多陪陪他 要不是给曾光细叫老太太守灵 我还不会有这么多感悟 这事还得谢谢你呀 梁桐 老人要是不在了 咱们再后悔 是来不及了 这是这家店的招牌菜 美人干 兄弟你最近是抱得美人归呀 霍剑 来了 把这两个凉了的菜都给我热去 好嘞 您稍等啊 这年月呀 吃了一顿少一顿了 来来来 吃菜 吃菜 二十四小时都过去了 补防部这些人 脚率太低了 韩国的命运 就毁在他们的手里 供军的大众里任军的动向 我们还不清楚 吴将军 还是文正在好 必定徐州的安慰 关系重大 这个责任你我可都负不起呀 给我联络战律司 给局通口啊 该怎么打 那我们提早做准备 联系梁司长 问问国防部的意见 报告 据政策分析 共军中原野战军确实南下 徐州附近只有两个纵队 这么说共军不攻打徐州 这下我可就放心了 好 邱青人到底该什么时候到啊 不要气负安静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我的第二兵团 往哪里调了 看看 说藏到 藏到就到 刘司令 杜长官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你来得正是时候 我们刚刚确定 共军中原野战军 已经南下了 好 好 指定第一方案 李密第十三兵团 驻守徐州 第七十二军 为总域被队 邱青泉二兵团 崔元良十六兵团 会和黄维十二兵团 向西与刘伯成 邓小平 华东野战军决战 然后回师宗下 击溃陈毅苏裕 华东野战军 以解黄伯涛之为 国防部还没有回复 不管国防部了 陈毅是部罪 败事有余 大家的意思 还是第二方案 比较合适 也符合了总统的意思 解救黄伯涛 这第一方案嘛 太冒险了 打不成忠言 黄伯涛也被共军给吃掉了 这个亏 问可就大了 黄伯涛监视不了多久 我建议 以邱青泉的第二兵团 配合李密的第十三兵团 共同解救黄伯涛 我向总统直接请之 执行第一方案 报告 总统集电 念 总统令 按第二方案 以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 守备徐州 以第七十四军 为总预备队 以邱青泉的第二兵团 李密的第十三兵团 全力解黄伯涛之围 黄伯涛第七兵团 非在三西 各不容缓 各部立即行动 救援不得延误 令黄伯的第十二兵团 向徐州寄进 李延年的第六兵团 刘汝明的第八兵团 素由奔故严金腐落 你们之三部要以增援徐州为己任 以党国大局为重 力保徐州 屏障南京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众将士本应该精诚团结 共解国难 你们国防部二厅管着情报工作 那就应该把精力都放在军事情报上去 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搞得人心惶惶 顾董长 是因为张克霞何其风投敌 我们也是为了 以防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张克霞就任徐州城防司令 是我跟刘志商量的 刘志下的命令 怎么 我们是不是都成了你怀疑的对象了 干脆把我们都抓起来得了 总长 我还是建议先停止梁总的工作 我们尽快调查给你答复 毕竟一个有嫌疑的人 指挥着我们的千军万马 那很危险 是我跟总统在指挥 你说这些有根据吗 杜宇明率名援救黄波操 一天只能向前打一两公里 你再去看看梁同的办公室 灯一亮就是一夜 他都快急死了 这个时候可不能乱说话 梁同把自己的家眷 全部送回了老家 这一点很可疑 战乱时期未解后顾之忧 把家人送回老家去 这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呀 还有梁同闹婚店的事 你知道吧 知道 那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梁同替谁背的黑锅 这个事 你可以去问蒋经国 是谁让一个美国女子 把一个中国将军逼得被迫成金 你还可以去问问蒋夫人 是 梁同的未婚妻 是周应葵的女儿吧 是 周应葵能不顾一切 在我面前去痛打梁同 她疯了不成 人这是咽不下这口气 人都要脸 躲还不成吗 总长 总长 我对梁同太了解了 她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方式方法 不和她一贯的风格 我很怀疑 混账 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 结个会也是个事 笑话 你这是什么逻辑 你是听谁说的 曾光熙啊 你怎么就是个混蛋 何吉峰 张克霞 能混到我们这边 给战局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怎么就没看到你的人 混到贡军那边 为我们去扭转战局 我的情报靠的都是空中挣扎 独徒判断 你怎么就不能为我提供一些 贡军的军事情报 没错 没错 你是保密局局长 但你也是国防部阿尔德纳人 走 跟我去看看梁同是怎么工作的 长官 有什么最新的情况 杜玉明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推进速度缓慢 黄伟的十二兵团进展还比较顺利 但在苏县也遇到了攻击 什么 什么情况 情况不明 已经派出了侦察飞机 报告 苏县已被划动已在军战领 徐州至邦府的通道被打断了 苏县的工军应该不是主力 是 长官 您看能不能让李延年的第六兵团 刘鲁明的第八兵团 迅速北上 多回速线 发报 命令李延年的第六兵团 刘鲁明的第八兵团 尽速北上 多回速线 驾 庞大哥 我父亲一直抱着小五将军 就是不撒手 再等等吧 等孩子睡着了 他就撒手了 您在这儿等容易被发现 或者您找一个别的地方等我 等一下 我让司机送我过去跟您会合 行 我在中山马头等您 那儿旅客渡 你带着孩子行李 不会以人注意的 嗯 也许时间会有点久 我感觉 我父亲好像已经有所察觉 最好不要激动他了 好吧 我先回去 一会儿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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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好 sag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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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有点意外吧 我们兄弟 真是何处不相逢啊 是啊 但是 从今往后 应该不会的 收拾吧 从这个城市 越远越好 再也不要插手 吴梦翔和石阳的事了 我们是兄弟 我不想一个为主 我不是你的敌人 帮助敌人 也会成为我的敌人 尽管吴梦翔 是我们曾经的兄弟 我知道 你是没有分清 谁是敌人 谁是兄弟 对不起 长官 让您久等了 长官 长官 开车 喂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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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官 真的要等吗 应该很快就到了 李宗盛 停车 往前开 快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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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报告 报告司令 总队集电 命令第十二兵团火速向速线前进 都会速线 汇尸第六兵团 第八兵团完毕 刚刚构筹的公式 计划又变了 服从总统命令 立刻出发 目标速选 是 时下的命令 十二冰队 你什么时候可以就走了 我们前进的压力 本来就很大 现在就更大了 到底是谁下的命令 是我指挥还是谁指挥 谁 是总统亲自下的命令 总统 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补给线 不然 这粮草弹药怎么补充 我们的后路就断了 再调删 找个什么 共产兵 是 有什么事 这什么仰言 是我的女人 婆婆死后就一直这样 没办法 受惊吓了 是活儿丢了 找个法师 给她做做法师吧 今天我请你来 倒是想给你招招会儿 坐 子洁 要是兄弟就说句实话 钱现在开账 你不想 黄伟一封电报接一封电报 催你上前线 你为什么不肯去 怕死啊 是 我怕死 我不是怕我死 我是担心老爷子 他身体每况愈下 我得陪陪他 亲亲孝 打仗归打仗 家人 怎么能不管了吧 子齐 你不是那样的人 梁童给你出的主意吗 梁童给你出的主意吧 你们叫老太太先是 对我触动很大 真的 百善孝为先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只是一介无夫啊 恐怕你真的是一介无夫 吴梦祥是我们的兄弟 我把他放了 梁童也是我们的兄弟 我不能再放了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明白啊 说你是一介无夫 你还不信 不可能 不可能 咱们兄弟四个 就出了两个供典 你开什么玩笑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我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我肯定他是 子齐 你不要被人 利用兄弟之情给骗了 有些话用不着名说 你也能听出他背后的意思 这叫什么 暗示 没错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直说 好 我们都清楚 皇位的资历 你比不了 你的战功 皇位比不了 打心里 你从来没服过皇位 所以 你不肯在他麾下作战 而且 你是个出了名的孝子 梁童就是利用了这个 他拉你到我家来祭奠我母亲 给了你一个脱离战斗的借口 梁童什么话都不用说 让你触景生情 萌生退役 这就叫暗示 非常高级的心理战 你说 他厉不厉害 你的意思 梁童跟我打了一场心理战 而且他打赢了 他把你看得透透的 你呢 对他谨心不移 所以你打败仗 理所应当 我要怎么知道 你不是在跟我 打一场心理战呢 你不用相信我 你现在 最好谁都别相信 那我怎么判断 我总得是信点什么 那就相信事实吧 去看看 王百涛公司的结局 你不认识